我們當作的氣氛就是本舍 不過大廣告訴我們它不是本舍 它是一個有價值的材料 我們歡迎大廣 大家好,我是飛虎救星的大廣 飛虎救星的大廣 所謂的把廢棄物重新再找回價值 大廣就是他們的救星 當初告訴我們 是我們想要來做這個行業 把廢棄物重新變回有價值的材料 因為大家主要都是會以一個目的性去消費 就是我今天因為想 因為這個東西這個功能我才會去買它 但是它當家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丟棄 這是很自然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今天其實是看到說 這個丟棄後的東西 它其實還有再利用的可能性 比如說行李箱沒有輪子就不能推了 但是行李箱它可以開盒 它其實可以做一個抽屜的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只是去看到這個東西的形體 去把它做再利用這樣子 其實我主要是想要利用 把這些廢棄物再次的過程當中 也提醒我們的人 不要那麼以物品價值 物品目的性的價值去思考事情 那我們會這樣子去思考物品 就會這樣去對待的人 那這樣長久以來會掩産出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其實是想要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提醒大家 請大家拜託 鎖定我們九點明報之聲三明阿凱高雄百公圖 我們請大廣來跟我們說分明